会在新北市百货里面的藏寿司分店 又再传出疑似食物中毒案例 在最新通报中有一家人来到这里用餐 没想到回去出现了腹痛腹泻以及呕吐反应 不只4月7号 3月31号 也有客人到新庄红绘店用餐 疑似食物中毒 卫生局机查发现店里的排油烟罩有灰尘 轰昂机有裂缝等缺失 一命业者限起改善 但不只这间分店 淡水赚钱店也接连有两组客人 用餐后身体不舒服 被发现冷冻库未定期除霜 寿司盘破损等缺失 周二晚间又传出新店御荣神店 又通报两例 短短10天内全台累计通报13人 他们的同品牌的店家 也有被通报是女中毒 所以我们也会一起针对台北市所有的分店 都会进行加强机查 业者发声明表示全力配合机查 并承诺持续彻底落实对店铺设备 食材与员工卫生管理 新北市酒家分店里有四家缺失 限期改善 但该公司呢完成改善后 向本局提出改善报告 经本局审查同意 以及环境复查合格后 使得恢复作业 其实这三家店 有没有可能它有一些食材 来自同一家店厂商 就是说我觉得就是要扩大检验 扩大检验才能知道说 到底是哪一个食材 不过什么原因造成的 卫福部食药署联合地方政府 从4月11号起加强机查 不过不仅葬寿司 爆出食安问题 晚品集团旗下餐厅 初瓦以及响辣 在台北的西门店 截至周四上午 已经累计135人 用餐后不舒服 疑似与餐厅用水有关 而周四晚间 台北市市林区也传出多位民众 疑似喝下受到污染的水 出现腹泻的情况 台北市长蒋旺安 连书写下 西山里疑似出现 水中大肠杆菌偏高的状况 市府晚间紧急加派取水点 同时在联合医院阳明院区 开设急性肠胃炎门诊 要为市民的健康做把关 民事新闻综合报导 谢谢